我想要打破一个大家对佛教的观念 大家都觉得佛教可能是南无南无那种 很闷很闷很闹 但是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很样 也可以rap的 对我来说佛教不是宗教 它是一个教育 我记得有一位我的佛光山的朋友 他是菲律宾人 他本身是基督教徒 但是他也非常相信佛陀的教法 因为他发现佛陀教法 其实跟他的基督教的信仰是没有冲突 佛教是允许我们去质疑他 有对就是有 一句话叫建佛杀佛 这样又没有杀佛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彬宴 那今天很特别呢 我就来到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第一家佛教网络电台 这一集呢是跟宗教有关系的 然后呢 阿弥陀佛 对采访之前的学院就有担心说 会不会很敏感 然后我就觉得不会啦 因为我觉得宗教本身不敏感 只是那种玩弄宗教的人 他才敏感 好那今天呢在我身边的就是新愿电台的 两位创办人 算是台长和副台长 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 我是新愿FM的台长 我姓林叫锦辛 黄雪苑副台长 yes 为什么我会采访你们呢 我就觉得好特别哦 因为就是原来马来西亚竟然有一个佛教的网络电台 然后一直在传播一些可能佛教的知识啊 然后而且还是由这么年轻的人去做 所以我就很好奇 他不年轻了 他不年轻啊 看起来很年轻啊 哈哈哈 所以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会想创办 是谁的idea 是他十年的愿望 当初其实我之前是在国营电台当DJ 2010年的时候我离开 这个电台所以算起来是9年了 没有到10年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总觉得说 哎还可以再做一些 因为有了那个电台的知识嘛 总觉得可以做一些可能自己的电台去传播一些 正能量啊 你都知道如果是在电台有它的方针 你要跟着它的方针走嘛 特别是宗教的 敏感 肯定就不能够是一个节目啊 所以那时候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念头了 就是倒不如自己设立一个电台 很多时候我们看新闻 一般都是负面的 他们才把它当成是一个新闻 特别是头条新闻对不对 对对对对 如果太正面的觉得 哎没有说不当是一个新闻 所以大家喜欢看负面新闻 但是就因为一则负面新闻登上了头条 10个人看可能就有10个负面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去推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这个我绝对有感受 因为以前是在八度空间 华语新闻有做过实习组 然后也有在星周日报做个记者 然后呢我就会听到那些制作人很头痛 他说哎呀今天没有什么新闻 没有什么天灾 没有什么忍过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灾难 我是主张可能就走这个正能量的路线就好 可能正能量的听众会比较多吧 但是他是觉得要走这个佛教的路线 因为可能正能量很有一些人都在做了 太多了 你要找这些主持正能量的节目 或者站上台上去讲正能量的比比皆是 对比比皆是可以很多人可以去讲 但是佛教的这个确实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个 主要我觉得是为什么我会坚持要做一个佛教的电台 因为我想要打破一个大家对佛教的观念 大家都觉得佛教可能是南无南无那种 很闷很 敲墓鱼那种 但是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很年轻 也可以RAP的 我们的主题曲是RAP的 这样子你们的团队是从哪里招来的呢 都是义工吗 对 然后是 没有钱的 这样子大家真的是要很热爱这件事情才能做的 其实当初我们也是有一点 我本身是有点吓到的 当我们就发发出脸书 我们就开了一个SIMEFM的脸书 然后就发海报啊 我们要找到义工啦 就放在那边 40多个啊好厉害 我想音乐也是可能都新啦 大家都觉得很新 想要来协助 其实两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到这个佛法的呢 我是因为家人啦 他们的婚礼是素宴 就是百素的 然后我从小是因为接触静宗的 就是静空法师 然后有学弟子规啦 幼儿园就开始上佛教的幼儿园 哦有佛教的幼儿园 对闻东佛教幼儿园 来到KL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佛光山 就成为佛光青年 所以从那里就累积了很多善缘啊 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我是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我中学的时候 有常去素食馆吃 那时候还不认为这里是佛教徒啦 也没有拜佛 那时候因为素食馆就有很多那种CD啊 对不对 反正免费的书 就贪啊 就贪了就反正免费就拿回去吧 对不对 就拿回去听 诶好像还不错诶 其实到那时候有接触其他宗教 但是就听了佛教觉得 诶这个好像比较跟我比较能够相应 对 而且素食便宜 那是两块钱 对对对 现在不知道还有 以前有很多那种两块钱素食点 那时候就听CD 然后看一些书 就觉得OK就这样子 然后正式归一的话 应该在大学吧 我去了槟城的理科大学 那时候就加入这个佛学班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上课了 才知道原来佛教真的是那么的好 说到佛教的好 所以你到底觉得佛教给你最大的改变和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它是让我们了解整个宇宙观到底是怎样的 比如说有讲因果啦 有讲这个轮回啦 其实我这个人是很理智的 我看了我不会晚上相信的 我会去找一些科学来证明 后来就对一些科学都让我们就证明说 诶真的是好像有这个轮回的存在 所以我讲这个佛教跟佛教很契合 就暂时相信吧 这样子只要确定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呢 我自己又本身没有吃素 然后我也很少去佛堂 所以我一直都很好奇 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佛教徒 你们是怎么确定一个人属不属于佛教徒 我的看法啦 其实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叫皈依的 大家可能有听过到底是什么皈依 但是有人会很怕啦 不要皈依啦 过后等一下你不可以离开佛教 等一下会有什么遭到很大的 什么惩罚天欠还是什么 在佛教理论其实是没有这一回事啦 他的一个制度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说其实我们是佛陀的弟子 其实他意思就是我们是佛陀的学生 比如说今天我要去报读一个科系 我总要去报名啦对不对 所以我们皈依的意思也就表示说 我想要跟随佛陀学你的法 这样子 所以我就去皈依咯 当然我不会去跟人家争论说 你没有皈依你就不是佛教徒 我觉得信愿行吧 信相信只要你相信有佛陀 就是佛陀是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开幕的人 圣人 愿就是你发愿 比如说有些净土宗会发愿要往生西方籍的世界 或者是我发愿我趁愿回来人间 学人间佛教继续的普渡众生 信愿行行就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在行着佛教 我相信你们身边应该有很多认识很多不同宗教的朋友 当中有没有一些朋友会劝你们说 要不要性感性其他的宗教 有有有有有 我之前我有学吉他嘛 我是进社会学的 他们的吉他很好 只是我是去学圣歌 当然我是尊敬他的 但是他们就会一直要我 给我很多Bible 这样我去读啊 然后他们就一直跟你说一直跟你说 但是我就很虔诚嘛 虔诚的佛教读很乖 所以就没有动摇啦 虽然我有去听他们的一些理论 只是我还是觉得佛教的答案很Logic 比较对我来说比较Logic 比较符合你的个人的需要 可是你的宗教观是这样的 就是你是属于开放式的 就是鼓励大家就是多元宗教 还是你们会觉得说 佛教是唯一的真理 如果有人问我啦 哪个宗教是最好的 然后我会先问回他 你现在信了什么宗教 他只要说那个宗教的话 我就说你的宗教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宗教可能很适合他 那个时候 我接受佛教的另外一点就是 佛陀非常的开明 他曾经讲过 他说不要因为我讲的法 你就完全相信 你要自己去经历过后 体悟过后 真的感受得到的话 哪里才相信 因为有些宗教会跟我讲 你一定要相信 你不能够去质疑的 佛教是允许我们去质疑他 那些话是够 对 就是有 一句话叫见佛杀佛 这样 这样又没有杀佛 对我来说 佛教不是宗教 它是一个教育 我记得有一位 我的佛光山的朋友 他是菲律宾人 他本身是基督教徒 但是他也非常相信佛陀的教法 因为他发现佛陀教法 其实跟他的基督教的信仰 是没有冲突的 所以他可以同时去 因为英国其实 本来就是鼓励大家 我打你一巴 你是不是想打我一巴 所以这种英国观 其实本来就存在的东西 三有三报 二有二报 这种佛教讲的东西 其实是不是说你信就有 不信就没有的 因为现在佛教团体很多 所以你们有没有担心说 你们说的教义 或者是分享的东西 是不是属于正信的佛教 你们会没有这层顾虑 其实我们的主播 我们都跟他们说 尽量不要有自己的立场 因为我们都是请嘉宾来去 主要是 就是分享嘉宾的立场 所以我们都会请正信的嘉宾来 不代表本台立场 可能类似这样子 就算是嘉宾 他可能是其他 因为佛教有很多的不同的团体 有北传 南传 还有一些所谓的父佛外道 我们当然最后还是回到中心思想的 因为这三派其实都一样 你看他回归到中心思想 就是导人开悟的 他的教义肯定是导人开悟的 可能他的方式不太一样 但是主要的还是让你能够明心见性 然后能够开悟的 刚才你讲的父佛外道 所谓的父佛外道就是 他本身用佛教的名义 去做一些其实不是佛教的东西 可能经典里面没有 可能说我自称我是哪一个佛啊 所以我是什么转世 我是佛什么佛 一般上不会这样子讲啦 所以一般上如果是你成佛的觉悟的话 你应该也不会那么很高 傲得很高调 我已经成佛了 所以你们有什么话想要鼓励的吗 就是透过今天的这个集会 或是要告诫他们 提醒他们的东西 我们现在学佛已经很年轻了 我们听的佛曲都是rock的 rap的 大家要对一个佛教传统的思想 可能打破一下之前传统的观念 现在学佛都是一个流行的 吃素也是一个流行 大家觉得吃素是环保健康爱地球 学佛也是一样让你的心灵进化 我觉得是学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但是并不一定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觉得可以试试看的话 欢迎收听信任 感觉好像背了很久很流利欸 我觉得佛教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 好像是老人的一个活动 我每次就去寺庙那种念经念完去 然后就祈福我要中万字 今天给我中几百万这样子 佛法其实很生活化 我们在生活当中 只要你懂得这个佛陀教的一些方法 真的能够去克服当中一些 比如说心情的紧张 心情的一些压力 念头的转变等等 会提升你的生活的素质 这是我自己感受得到的 最终要打的广告还是一样 每逢星期六 星期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半 记得守住 心愿FM 马来西亚第一个佛教网络电台 给你智慧和正能量 心愿FM.com 还有更重要的是 演说家比赛快来参加啦 快来参加 是来是报名截止是几时 截止是10月6号 赶得及出街吗 肯定我过几天就出街了 不要被那个主题给吓到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是佛教徒这个主题 我们想听听你生命的故事 好说得非常好 这样子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 然后呢其实呢今天呢 我邀请这个嘉宾过来呢 也不是说想要透过这个机会 就是把我自己的这个频道 变成一个宣教的平台 纯粹呢是我希望可以采访到 更多不同组织的人 分享他们的故事 像你们刚才所说的就是 尽量就是让嘉宾分享他们的立场 不代表 本台立场 哈哈哈哈 不代表本台立场 所以呢非常开心呢 今天他们两位上我这个节目 我刚才忘了告诉大家我的节目叫什么名字 我节目叫冰冰有礼 哈哈哈哈 冰冰有礼 冰是冰宴的冰 然后冰 另外一个冰是嘉宾的意思 对 然后有礼呢就是 可以是理由 或者是道理 哦不错 好那最后呢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正 我是冰宴正冰宴 然后呢如果 按这里按这里 哈哈哈哈 不知道按哪里 哈哈哈 然后呢你也记得follow他们新月FM的网站 还有Facebook 脸书 YouTube IG 对 好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